Lemon Tv För 않는담 Hi!大家好! 歡迎收看Lemon Tv科技台 今天的一集set要改善黨應鏡심 只需根據以下幾個步驟 你就可以製作一個圖片轉PDF PDF轉圖片的檔案轉換Shortcut 首先打開Shortcut的App 然後按右上角的新增按鈕 入到這個頁面之後 按在Shortcut Name 這裡 就把名字給這個Shortcut 我把它命名為Converter 然後在左手邊這個Icon 你按進去 你可以更改它的顏色 以及它的Icon 設定完之後就按燈 然後下來就要按Add Action 然後我們就要找Menu 然後在Menu這裡 你會看到1,2 然後你按下面這個Add New Item 你會看到它有個Tags在這裡 在Tags這裡就打Cancel 我們去到One這裡 然後我們會把它更改為PDF to Image 然後To這裡就變為Image to PDF 然後按等 然後我們在Search Bar這裡就找Select File 然後把這個Select File 拖到PDF to Image這裡 然後在Search Bar這裡就找Make Image from PDF Page 然後把這個拖到來Select File下面 然後你會看到 這個顯示PNG Images 你按進去 你就可以選擇不同的圖片格式 那我就選擇JPEG這個格式 然後就在下面這個Search Bar這裡 就按Save Photo 然後就把這個拖到來 去Make JPEG Image from 然後回到下面 那在Reasons這裡 我會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相簿 你可以在相簿APP那裡 特地新增一個相簿給這個檔案轉換的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做這個Image to PDF的這個轉換功能 那我們就在同樣的Search Bar這裡 然後我們就找Select Photo 然後把Select Photo拖到來下面 然後在Select Photo旁邊 你會看到它的前序 那你按下去 然後就打開這個Select Multiple 之後呢 我們去Search Bar這裡 就找Make PDF 然後把Make PDF拖到去Select Photo下面 同樣地在Search Bar這裡 就找Save File 然後把Save File放在Make PDF的下面 之後打開Save PDF旁邊的箭墜 然後把Ask Where to Save打開 接著下來 我們就試一下這個Converted Shortcut 那你就按右下角的Play Button 然後在Menu這裡就選Pdf to Image 接著呢 就選一個PDF的檔案 搞定了之後呢 就打開你的上部APP 那你就會看到剛才的PDF檔案 就已經變成了圖片檔了 接著去Shortcut那裡 再按多次有下角的Play Button 那這次呢 我們就選Image to PDF 然後呢 就在這裡就選你想要的圖片 選擇完之後呢 就按右上角的APP 那接著呢 它就會問你這個PDF的檔案 要儲存在你的File App的哪一個位置 那你選擇好你想儲存的位置之後呢 就按右上角的Done 那接著呢 就打開File App 那你就會看到剛剛有圖片 轉為PDF的檔案了 那這個Converter的Shortcut呢 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那今天呢 我就教大家用Shortcut去寫一個 檔案轉換的Shortcut 那製作的過程呢 是非常之簡單的 一點都不難的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就先說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 不會吧 我們一個人友好 等等 我們一個人兩個人 解決了 好的 你 我們一個人 總共Good 快一點